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生急性过敏反应 则要留在现场观察至少30分钟 接种后如果持续发烧超过48小时 明显过敏反应或接种疫苗后28天内出现严重持续性头痛 呼吸困难 下肢肿痛 皮肤出现出血点等症状 请立即就医 并告知成接种COVID-19疫苗 接种疫苗后也要持续正确洗手戴口罩 避免群聚并落实防疫措施 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彼此的健康 我在股市打听 我靠的不是免质 我靠的是专业 黑马波段 精选标普 我战无不胜 公民不可 你的新人生 股市万德福 大家好 欢迎收看7月2号的股市万德福 今天星期五 很多人就关心一件事情说 老师今天跌三点了 那大盘还会不会再创新高 这是我相信很多人想关心的问题吧 就跟各位讲 就讲一次好了 那我偷偷告诉你 你知道了以后 你想想看看有没有道理 今天大盘跌三点 对吧 来看一下 今天大盘 今天大盘跌三点 那我请各位思考一下 今天有没有股票大涨 有 今天有股票大涨 今天电动车变变轰通通 那就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那7月还要涨什么 阿德刚才说很多朋友关心的 那大盘还会不会续涨 这很重要嘛 如果大盘会续涨 那你一定敢买股票 对吧 重点怎么买 那大盘会不会续涨 一定会啊 为什么 你想想看今天为什么很多的电子股 红通通 你仔细一看 不是大家都不喜欢的电动车吗 对啊 为什么会 因为他盘中一度都没人要 连两层都不到 所以他筹码很轻了 他就涨上来了 他就接替什么 我昨天跟各位讲的 刚好 刚好 今天的航运股 那就震荡了 对吧 然后就接上来了 那代表什么 大盘 还是会涨 因为现在大盘说 不怕没有什么股票涨 对吧 然后第二个问题大家都会想说 老师啊 那航海王怎么办 钢铁王怎么办 那很简单啦 你就听阿德的 因为阿德昨天跟各位讲说 这股票不是不能做喔 不是不能做喔 是位置点的问题而已嘛 刚好你说 其实航海王那很多人赚很多钱 对吧 所以说 你有赚到钱的 我恭喜你嘛 那你如果刚好 套在高档的人 那你一定会想一个问题说 啊 怎么办 其实还可以做啦 还可以做啦 为什么 因为拉回来 你如果打一通电话来找阿德 不就解决了吗 那很多人说 老师你敢说 有喔 所以说我今天请各位 看完阿德为你准备的VCR 那我们再继续讲下去 因为这很重要 对吧 来 导播 VCR准备 VCR 明天解封了嘛 明天就分盘交易就没有了 那可不可以买 那我就跟各位讲说 如果你照历史的惯性 照历史的惯性 那个在分盘交易有涨的 对吧 有涨的 那分盘交易就是结束的 会大震荡 会震荡 所以你应该去找买点 而不是开盘去追 对吧 昨天有看到阿德讲的人 很多人说 阿德啊 今天真的让你讲到跌下来 那你说那怎么办 我说没关系 就找买点啊 不是要找买点吗 因为一个趋势 如果怕一个趋势还是多头 哇 你这个找买点就很重要啦 那很多人说 老师啊 昨天喔 我在听你在讲 我就特别注意 常常真的会不能开盘追吗 果然是这样 所以你如果昨天听到阿德的话 你想进场的人 你大概就会等一下嘛 对吧 那你已经赚很多的人 你想说有道理喔 大概先卖一趟 那你昨天如果先卖一趟的话 来回又差一波啊 因为做这个人 我来说喔 那一天差一二十%有呢 所以你要找那个买点 那你如果找不到买点的 没关系 如果刚才你VCR已经看过了 你也知道说阿德能帮你 不然你卡一下电话嘛 你很卡一下电话 但是你卡电话进来 因为阿德要帮你 其实很简单 你打电话进来 要跟我的助理讲一下啊 你说我有长龙 我喜欢阳明 我喜欢万海 都可以 要讲清楚啊 我才帮你研究 对吧 那我研究好的 我就告诉你说 买点在这里 我们大家到底来谈 对吧 是不是这样 所以说重点是什么 你电话要记得卡 是不是这样 所以说说到这里 我昨天有没有跟你讲过 还有喔 我昨天跟你讲过什么 那这个 这是什么 7月2号9点09分 恭喜老爷夫人聚合亮灯涨停 哇 这很不得了 因为我昨天除了讲航运股以外 我说航运股有时候 它因为上下震荡比较大 那喜欢赚大的人 喜欢乘温破浪的人 大概就会去做航运股钢铁股 重点来 有些人 比较保守 那你要买什么 你还买这个 对吧 你就来买聚合 因为阿老师真的掌听班 你又没有说 所以说我说 你今天看到阿德的节目 你要想一想 我昨天跟各位叮咛的 你如果听得进去 这次聚合涨停板又是你的 真的这样吗 也真的不错 那我跟各位说 除了聚合以外 我昨天跟你讲什么 康普 康普也涨停板啊 所以 重点来了 你喜欢低价的 你喜欢高价的 你昨天进来刚好都能赚到钱 所以阿德一直跟各位强调说 现在是买点的问题 对吧 你喜欢什么样的股票 阿德都帮你找出来 这是阿德想说的 那有很多人说 老师阿你敢买 聚合涨停板 这拿出来讲的 我知道你聚合已经送很久了 对吧 那为什么昨天在跌的时候 你敢有讲 我真的有讲 好 请你把这段VCR看完以后 我们继续聊下去好不好 老婆 VCR 譬如说 聚合 如果今天震荡下来 你要不要再加码 对吧 因为我给你股票 觉得不会是因为震荡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没有嘛 所以你不用替我抬轿嘛 我只跟各位讲说 如果他震荡下来 你还要不要买 我会买 我会买 我真的会买 为什么 因为你来要过阿德的资料 阿德给你阿德就是要帮你阿 对吧 我一定要帮你 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看一下 我送你的时候到今天 我们先讲一下 讲过去 老师 你又见过过去 我们今晚今晚今晚 好 你先知道说 聚合 我送给你的时候在30块 没有错吧 我已经给各位看过很多次了 好 重点来了 如果以今天的聚合掌停板 因为我昨天VCR你看过了嘛 今天五支的 五支掌停板 重点是就 我请教各位 如果你早一点打电话进来 对吧 你就没有少赚这五支掌停板 对吧 它差距就大了 所以说你要对我 意思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一直跟你说 如果 如果 它还会继续涨 会继续涨 涨很高很高 比如说我昨天有讲这个 对吧 来我们再看一次 对吧 这是昨天 昨天在跌啊 那差跌在哪里 你有可能听到阿德的呼唤 差这支掌停板 对吧 你有可能一开始就相信阿德 差五支掌停板 你说阿老师 会再去吗 当然我想会再去 重点是什么 你现在如果要买 没 哇 差五支掌停板 何必呢 对吧 可以买不可以啦 但是我们都希望说 我们买的股票怎样 我们在低档啊 你胸胸聚合起来 好来 我现在就说给你听 你今天如果我要给你这档股票的话 我希望你 来我先剪一下我的字卡 掉下去 来 我刺卡 突然之间 掉了 好来 你如果要 你打出这档电话 这档电话你只卡下去 你就会像什么 像聚合一样 不会输人家 五支掌停板 所以我就一直在国外说 其实做股票 没有什么辈子 你如果认为现在阿德 大家说的股票可以贪钱 赚钱就好了 对吧 赚钱就好了 就像你 今天有很多人说 我今天航运股贪很多钱 那阿德你早上跟我说的 我真的有听到 哦今天就减了 对吧 那如果昨天刚好 刚好切进去的 那没关系 为什么 因为差一点点而已 接下来如果有买点到了 你就垫下来 你就垫下来 垫下来就好了 阿德一定会跟你说的 对吧 你要垫下来 你要跟阿德说 要跟阿德做理说 很简单 你要跟我的做理说 杨明我的价位大概在哪里 我万一啦 万一你套在高点嘛 那我接下来 我要买点在哪 我就很清楚的嘛 因为你现阶段如果 你在看电视的人 你会说 老师啊 你每次说 那些都要对了 要对了 其实这不是要要的 其实这很简单 因为我们在找股票 我们都是花很多心力在找的 不是说今天看着要账庭就垫下去了 绝对不是这样啦 所以说你要来找我 的原因是在这里 这样后来 如果你昨天看到阿德的节目 你也赚到了不少的钱 对吧 因为你昨天刚才有 在高点的人出了 今天相差很多人 昨天本来他还要准备工掌庭的 对吧 所以说你来回 你就多赚了一些钱 或许啦 你刚才说清清菜菜 我赚了一个钱 我来买这支也可以 因为这支叫做7月最喷 对不对 来我来说 6月份 我是不是大家说 大家说得很厉害 杜很厉害 就是6月最喷叫救揚成功 对吧 是不是 要赚79% 79%我不敢说是最好的 但是说你要想看看 如果你79%能赚得到 其实今天 今天 你的财富 增加不少 也增加不少 对不对 好 说过期了 我说老师你今天说过期 未来的 在这里 未来我就要跟你说 7月最喷 我来说老师啊 6月份 719%而已 没什么好说的 对吧 又不是100% 又不是200% 又不是300% 所以我就跟你说 不然我们来挑战看看嘛 比赛吧 跟谁比赛 跟自己 不要跟别人 譬如说我6月份 我介绍给你九阳 在这里 我介绍你九阳 老师啊 这样也贪不少 贪不赔钱 我们来以八成来做 做一个什么基础 我们来挑战八成以上好不好 如果我们要挑战八成以上 八成其实 说多说少 要想看看 八成如果再一支掌停板 一般了 一般了 所以我们先把设计 一个基础门槛 在这里 在这里就好 为什么我要这样说 你想看看 如果你昨天 或许会很多人说 老师啊 现在的航运钢铁 甚至塑货啊 这传产啊 青菜的23%以上啦 电池够很开 昨天啊 昨天才两成多 今天一度跌到两成以下 两成以下是什么概念 你知道吗 没人要跌了 对吧 没有人要了嘛 好 在那个时候的时候 我就跟你说 哎 我说您拾时代电池双雄 康普竟然有掌停板吗 哎 有哦 老师真正有说哦 对吧 你头上VCR也有看嘛 好 那我请问各位 这真的不错 其实这也不错呢 这支高标 你如果做两担 听到烫高10% 他会再喝一下 反正下个礼拜 他就一倍了 好 重点来了 用老师 如果像康普 像聚合 这样你说就买得对 然后算得到的 还有没有 这就对了 如果啦 我现在叫你来对这 怪怪的 因为一定在老师问嘛 你一定在阿德就说 50几块的 你怎么没打购 没钱 说这支一定会起90% 我就立拼了 不是 我是要跟各位讲说 刚才阿德讲的 很多人都在看电视嘛 你现在手上股票最多的是什么 很多人都不是电子了 对不对 那有电子的 大概都是套牢的 对不对 你来找阿德 阿德帮你选 好不好 我就帮你选 就50几块的时候 现在100多块了嘛 90% 如果再拼一下 下个礼拜搞不好就一倍 重点在哪里 我们是找这个 我们就找这个 所以电话要卡 卡了我就找这个嘛 这个就是叫七月最喷 所以说不可以客气啦 如果我讲的 你一定想 老师阿 你今天这部 只要说这两支吗 其实有很多股票可以讲 对吧 可是你想想看 现在三足鼎立 大盘是三足鼎立 那我请问各位 如果在三足鼎立的状况之下 选股要选多还选少 所以说阿德跟你讲说 七月如果要选最喷的 不是说 散弹打鸟 你不可能趴趴走一个 所以 你看到这个 我跟你说什么 今天一开始的时候 我跟你讲说 无论啦 无论啦 来你看一下 我说为什么不要散弹打鸟 你要看到这个 你或许会很羡慕哦 你会很羡慕阿德找的股票哦 那阿德找的股票 假设啦 假设是对的 假设是对的 那我请问各位 你要不要一直买它 一直买它 一直买它 就想说你在探航运股的嘛 有很多人看到 人家上航运股的时候 人家不是只有买一次耶 人家可能一直中押 一直中押 一直中押 人家真的算了几千万几亿 那不是欧白公的 真的有这些人哦 所以怎样 买对了 你如果选对了 选对了 你就要中押 来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你把一个字 一个字把它看清楚 因为这个包括阿德的会员 都在看嘛 对吧 你一个字 一个字把它看清楚 七月二号 七月二号就是今天嘛 早上九点零九分 对不对 刚开盘没多久嘛 恭喜老爷夫人聚合亮灯长点 这不是重点啦 这个标记效不是重点 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哪里 因为我请你打电话来 如果阿德的七月最喷的这支股票 刚好对了像聚合一样 刚好对了嘛 你不要去再追聚合啦 聚合已经现在你跟人家差 已经差五成了嘛 来不管你买一次一次 买一次嘛 譬如说聚合你看对了 买一次 还是买六次以上的嘛 DIP一定买六次以上嘛 好通通恭喜 如果是对了 你又没有希望你的财富 一次重押就是对了 对嘛 对吧 五成耶 十五天的时间而已 可以吧 可以 所以说来 你今天 你电话再卡进去 就是再卡进去 如果你不方便打电话的 来来来 你QR口大 扫进去 如果你刚才看到阿德的VCR 每一件事情都跟你预告 我跟你说过 买点很重要对不对 买什么股票很重要对不对 你喜欢什么股票通通可以找到好的买点 对不对 来中押 我们七月份来拼 七月嘴喷挑战80%以上好不好 你说好不好 如果愿意的话 我们一起来打拼 我先进一下广告 等一下再回来 全民防疫大作战 共体时间 共渡难关 888帮助您度过最黑暗的时刻 作战专线02-8512-5858 8512-5858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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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复直播 立即上线 亚太国际证券头部 观网服务 请搜索关键次亚太国际投顾 顶尖团队顶级享受 软体下载专业研究 亚太国际证券头部 028512-5858 全新的操盘策略 全新的尊荣服务 创意理财 尽在亚太国际投顾 028512-5858 园子 喂 我在股市打拳20多年 我靠的不讲书 我靠的是专业 黑马波段 精选标普 我战无不胜公元 你的新人生 股市万得不 欢迎回答现场 那你刚才有加QRQ 或者打电话进来的 阿德先跟你回忆一下 你拿到股票你先看一下 我跟你介绍聚合 跟你介绍康普的时候 你会觉得怎样 还蛮不错的滴滴没有人要 对吧 滴滴没有人要的时候 那你说好 我看看 试看看嘛 你还会记得吗 很多人在买航运股 也是先试看看嘛 对不对 因为刚开始你会觉得航运股 也不是很热的时候 你会先试看看 越是觉得对了 你会越买越多 越赚越多嘛 对吧 所以说那个点很重要嘛 是不是 那个点很重要 所以说 昨天阿德在讲 昨天说因为长龙 是不是长龙今天是 他要出关了 所以说我给大家说 以历史来看 今天会震荡 所以说你想到 点很重要嘛 他为什么今天会跌 是基本面出问题啊 不是 产业出问题啊 不是 昨天跟今天差不多嘛 没有什么重大的消息嘛 只有一个重点 因为涨多了嘛 因为涨多了嘛 涨多了嘛 所以说很简单啊 你看到长龙 阳明 万海 没关系喔 你如果真的昨天不小心啊 刚好没看到阿德的电视去买了 那你打电话进来就好了 这个很容易解决啦 只要你一通电话 你会记得我来做理工喔 你说我叫阿德老师 大家看看我的阳明 那是万海 或是长龙 你讲清楚嘛 你价位 张数 大家来做理工 那我帮你讲 我帮你看 这OK嘛 你讲清楚 不然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你不能说 你跟大家分析一下 你没有贵的股票股价 我怎么要跟你分析 所以重点是 你先打电话进来 打电话进来像航运股 真的还可以买嘛 趋势没法 早就改变嘛 重点 但是你赚到钱的 不然我也可以 做现在没人要在的 譬如说 现在大家都说 电池没人在的 也不错 也不错 90%也不错 50%也不错 但是我不是叫你 现在来买聚合跟康普 因为你成本已经拉开了 拉开了 所以你看到航运股 买低点赚最多 康普 聚合 买低点的人赚比较多 对啊 所以说我说 现在七个月开市而已 七月刚开始而已 七月刚开始而已 那我们来挑战看看 会不会像你买的 你赚的长龙海运一样啊 阳明海运万海一样啊 从低档你先买到 对不对 所以说来 一样的道理 今天你都不用拆了 我们来互相 我听你听我 Q的过得少了也不错 这支 七月最喷 我们一起来 你听我 我们来挑战80%以上好不好 现在可以 你要赶快把握这个机会 祝各位操作顺利 下周见